这个两个栏位变成三个栏位 那也是把它分开 那其实最复杂的地方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它没有规律 所以其实将来如果假设你要让 资料可以被查询 那因为我们现在蛮常会用到那个viral函数 那因为viral函数它有固定的规则 就是查询 被查询的栏位一定要在第一栏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说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无序的资料变成有序 把它变成正规化的一个步骤 那基本上的话 在这个部分的程式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我把这个部分 执行给各位看 理论上大概就这样的 这个程式做完大概 其实你会发现 里面的话最复杂的地方 应该是在那个回圈里面 回圈比较… 回圈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基本上从第一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做一些逻辑判断 其中的话就判断说 哪一些是县市 哪一些是行政区 然后把需要的资料 放在它应该的位置上面 所以如果执行完毕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类似像这样 我们就是把邮递区号 放在第一栏 然后县市放第二栏 行政区放第三栏 大概是这样 如果这个资料 假设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资料 来做一个查询的动作 可是要怎么去分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这个资料 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规律 所以这个第一个 当然我们 我们如果要建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SUB 的话 第一步的话 当然我们需要 找一个规律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习惯上 一定就是 给一个范围 所以呢 这个从第一列 所以我们就是给一个范围 从4i等于第一列 开始 从这一列开始 帮我往下去寻找资料 到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前面 用过类似的方法 或者你直接可以拿上面 到哪一列呢 到这一个 Range A1 这个有没有 向下追踪到最下面一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OK 那这个范围就确定 就是从第一列 一直Ctrl向下 到389列 那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帮我判断一下 如果呢 我今天的假 那我怎么知道说它是 这个县市 还是说它是行政区 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判断它旁边的 除车格 是不是空的 所以如果旁边除车格是空的话 那你就EF 旁边的 旁边就Sales OK 哪一列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用Sales 不用Range 那道理一样 就是因为配合回圈 里面通常我会用 这个Sales 来带 然后第I列里面的哪一个 判断是B栏 B栏里面假设是空的 所以你这边 记得 给一个B就可以了 啊 不过你说老师那可不可以输入2 也是可以啦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你习惯写2也OK 可是我自己个人习惯是 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必要一定要用数字的话 那我用文字 为什么 因为比较直觉嘛 一看就知道哪一栏 但如果你今天用个2好了 你看他再转个弯 2要翻译成B 然后再翻译 再跟前面的列 结合在一起 那他转很多弯 所以导步用这样的方式 比较好了解 那等于没有资料的话 就空的 如果这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要做什么 然后呢 再来else 反之要做什么 习惯上的话 会把这个逻辑结构先打一下 True的话呢 就是放这个地方 按个TAB键 如果这个为空的 那理论上我们中间 空一个空白蓝好了 然后呢 我们放个方式 这边是蓝位名称 待会再放好了 就把它空下来 那所以就把这个放在这里 OK 然后呢 待会这两个 放在它隔壁 OK 那就 就是不要加一列 OK 所以这个地方 怎么样把它抠过来 那抠过来很简单嘛 就是把 除存格 记得喔 如果只是单 前面这个地方 是范围的复制 你可以用Copy Copy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哪个范围 来源放前面 目的放后面 OK 可是喔 如果你今天是单一个除存格 比如说这个除存格 要放在这个除存格的话 那刚好颠倒 你的目的要放在前面 目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要放到这个除存格的话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是Sales 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Sales的第几列 第二列 里面的D欄 OK 然后呢 它要从哪边取得资料 等于啦 就不是点Copy喔 OK 点Copy是放到那边去 等于的话是后面放过来 OK 那等于什么呢 这个的 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跟它同一列 所以你其实可以拿这个复制 跟它同一列的A栏 OK 就是这个啦 那这边改一个A就可以了 好 但问题来了 那如果反之 那好啦 假设第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 那第二列的话呢 比如I等于2的话 那基本上 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因为你等于2的话 它隔壁不是空的 所以它一定会跑下面这个 那如果下面这个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能够把什么 把它这两个储存格 帮我放在这两个储存格 当然呢 有两个写 你也可以用Range的方式写 也可以用刚刚的方式写 如果用Sales 变成两个储存格 变成要写两行 但如果你用Range的话 你只要写一行 所以 看起好像Range比较简单啦 不过用那个 我们先用Sales来写 给各位看一下 写到这边 所以其实可以拿这两个 这个拿来复制来改 好像比较简单 这个复制一个 那改的话就是 第二列的E栏 OK 所以这边改一下E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样是A 然后底下的话呢 那就会是B 所以这边改成F F栏 然后这边改成C 改成B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两个资料 但问题来 下一个的话呢 那如果 它这个底下在等于 如果I等于3的时候 那假设 这个等于是2 那变成它把它盖掉 那变成它永远都在第二列的位置啊 所以这边我其实有加了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 什么变数 就是哦 我习惯用K K K的话呢等于2 也就是它第一次放 请你放在第二列 开始 那如果说假如哦 你已经放了一个之后的话 那你这边的话哦 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它K 记得哦 加一个K 等于K加1 意思就是怎么样 帮我再往下一列放 所以第二列放完了 那就放在第三列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个问题 大同区 假设放过来了 OK那如果大同区 假设要放到它底下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我们可以一边往一边 一边斜 比如说这边跑 先把台北市放过来 然后在大同区放在它隔壁 然后K等于K加1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应该大同区 所以大同区旁边 这个也不会是空的 所以跑这里 但是它会怎么跑 它会跑大同区 跟什么呢 跟那个 它的邮递区号 但是问题来了 衍生性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它前面没有台北市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补一个台北市 对 所以要怎么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多写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如果它前面这个储存格 假如是空的话 那补在哪里比较OK 那你可以补在L这边 如果OK 如if 如果 它的同一列 的前面这个储存格 假设空的 那同一列就是这个 就是如果 同一列 就是K列 的D栏里面 假设空的 那我要做什么呢 帮我把它补一个 等于空的 所以这个叙述的话 跟上面一样 then 然后什么 我习惯有头有尾 and if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在同一行 不过我个人习惯是 有头有尾这样的结构 如果假如它这边是空的 那就帮我把上面 这一个储存格 复制下来吧 上面这个储存格 上面这个储存格 我怎么叙述 如果以列来看 基本上就是 什么呢 这个K-1就好了 所以 把K-1 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有没有 K-1 复制过来 所以复制过来的话 记得就是把 所以这个应该是写在后面 应该是这样 中间加个等号 那就是把什么 K-1里面的资料 帮我复制过来到这里 当然另外 我跟各位讲 你其实你程式假如说 写VBA有个优点 就是你可以什么 组航先让它跑 那跑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 老师我已经跑到这边了 那我可以让程式倒车一下 因为我这边是空 它还没 我写完 但是我还不确定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对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这个程式倒车 跟各位讲 VBA有个优点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箭头往上拉 我刚刚是按F8 然后你假设执行到这一行 它还没被执行的话 你可以往上拉 它就会让这个程式倒到上面去 再执行一遍 OK 也就是说我如果执行过了 我想要让程式往前 往前面的部分 我再加了一些程式 我想让它跑好看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 拉到上面按F8 接下来都按F8 再按F8 判断一下 这个除悬格是不是空的 理论上应该是 是的话它就会执行 如果不是 比如说它已经有台北市了 它就不会执行这一段叙述 OK 那就帮我把上一个 上一个就是台北市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就是它 复制到它的里面 所以复制过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帮你补一个 它上一个储存格的资料下来 这样的话就是完整的 就是有县市 然后又有行政区 然后又有邮递区号 OK 理论上 这样子假设没问题 你就可以一直往下去追 然后换下一个台北市 但如果你假设 跑跑看 如果应该没问题的话 就让它全部跑完 全部跑完 理论上 我们后来好像 没有发现那个问题 哪个问题 就是这个逻辑里面有一个地方 不太对近 哪个地方 因为 有好像两个县市 比较特别 新竹市 跟嘉义市 它的放的方式 因为它们好像就没有区 它就是 它的县市本身就是县市名称 然后也是 等于是一个 它既是县市名 也是行政区名 所以如果假如这样的规则 它就误认为说 它是跟上面是同一个县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有错误了 哪个地方有错 新竹市 被列入到宜兰里面去了 这是第一个 另外还有哪个地方 好像嘉义市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往下 看那个嘉义的部分 也是有类似的问题 嘉义它会被放在哪里 放在南头 有没有 这边嘉义 南头 这边 OK 所以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 OK 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 特别 针对这个地方提出来 那 怎么 怎么写会比较OK 我想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好了 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另外还有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它本身提供资料的问题 就是703好像缺了 理论上应该是会有一个西区 703 可是它这边好像漏掉了 所以这个 这个没办法 这个来源知道就有错 所以这个可能就自己手动补一下 OK 好 那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那个新竹 要解决新竹市 跟嘉义市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该怎么做 是一个